南東區發生了一起秋迴意外 透過現場的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當燈號準備變成紅燈的時候 兩輛機車是分別衝了出來 結果有一輛是要左轉的 當場就在斑馬線上發生了撞擊 當時撞擊意外一發生之後 其實兩名騎士都是倒在地上的 一個是以跪姿 另外一個是幾乎是趴在地上 根據現場的附籍民眾表示 因為劇烈的撞擊聲響 所以大家都相當緊張往外看 雖然當時是已經5點多了 但是天氣還是相當的熱 因此不少人撐傘到這邊這裡來幫忙遮陽 避免二度傷害 這起車禍是發生在台南市東區的 自由路和人和路口 傍晚大約5點多的時候 發生了兩輛機車相撞的車禍 其中一人還有大量的流血 經過了熱心民眾協助止血之後 一起送醫 那兩個人意識都很清楚 相關的造勢責任要進一步理清